跨州允许6人供车,但不准去旅行 欢迎收看5月8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自证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52天了 我是马来向南台,郑宾宴 新闻自证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68人确诊 累积确诊6535人 没有新增死亡人数 累积死亡人数107人 记忆人数88人 累积至于4864人 跨州允许6人供车,但不准去旅行 国防部长拿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解释 有些家庭有6名家庭成员 没理由留下两个人在家乡 所以允许一家6口在跨州期间供乘6人轿车 至于龙雪之间跨州来回工作是否允许 他回应,没有问题 因为警方将这两个地区视为巴生谷一带 国防部长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接着跨州去旅行 神庙住持天天派100个饭盒 尽管本身生活并不富裕 但不忍心看着弱势一群 在行管令期间面对手停口停的困境 如佛东甲英僧殿的住持和一群理事 发挥雪中送炭的精神 每天准备饭盒给贫困人士 他们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准备食材 10点半左右就会分工合作 把100个饭盒交给需要者的手中 并称圣尼古拉盲人院是一所非政府非盈利组织 成立于1926年 他们因为疫情面临善款大减值80% 导致无法支付日常开销 为此,他们呼吁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募款 用于支付5月的日常开销 募款的目标是3万令吉 大家可以汇款到图片里的银行户口 携手爱心,共度疫情 预知更多详情 请浏览圣尼古拉的脸书专页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81207人 累计确诊病例3932360人 死亡人数5079人 累计死亡人数271117人 治愈人数36795人 累计治愈人数1348566人 中国一名车主陈先生在下班后 远远看到车窗上有张字条 起初还以为是罚单 仔细观看字条上的留言后 顿时哭笑不得 原来是一名小学生不小心撞凹了他的汽车 小学生留下了一个道歉字条和23块人民币作为补偿 还在车身旁边涂鸦了两个箭头来表明损坏的地方 以及赔款的所在处 非常可爱 口罩开拉链 餐桌加个套 欧洲的多个国家正在计划让餐饮业逐步复工 为了获准营业和减少顾客的担忧 不少的餐厅经营者想出了各种创意的点资 像是德国的一名餐厅业主就发明了戴拉链的口罩 让人不用摘下口罩就能吃喝 而在荷兰的一家餐厅就在户外搭建了像是温室一样的玻璃包间套住餐桌 让顾客在封闭的环境里安心用餐 德国剪发全新体验 马来西亚目前仍然不能够理发 但德国的理发店已经开始营业了 他们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 或许值得我们参考 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 所有顾客必须要预约 不能有客人在店里面排队等候 一定要洗完头发才能够剪头发 而最重要的是 理发师和客人全程都必须戴上口罩 很快的行动管制令已经来到了第52天 说真的 一开始我真的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新的生活模式 因为我不习惯在网上处理事情 我喜欢往外跑 那么无论如何我也慢慢的接受了这个模式 就是最近我也在学习为自己理发 以后理发店营业后 我应该还是会继续为自己理发 这个是我在这段期间里面学习到的一个技能 不知道在镜头前的大家在这段时间又学会了什么呢 那么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宾宴 谢谢 谢谢学生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理发师的朋友 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 因为他们陷入两难 复工的话 他们又有染病的风险 不复工的话 他们又会手停口停 没有钱来维持生活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早日拟定一个标准作业流程 在确保客人和理发师都安全的情况下 让这个理发店可以复工 不知道你对这个理发店复工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把意见留下 新闻的最后 我要送上我自己的新歌 面对面 希望你们喜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周冰宴 祝你平安 健康 我们明天见 面对面坦白吧 说出你真心话 让我们面对变长吧 祝福有一万岁啊 祝福有一万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